好继续 那这样的刚才两个约束条件我们都讲完了 下面一个步骤 下面一个步骤呢 我把所有的这个链路的这个属性标记啊 全部恢复 恢复成零X零 恢复成零X零 然后呢再把这个隧道也变成默认零X零 零XFFFF 那这样的话呢要求就是所有都是零了呗 所有都是零以后 那下面我们选的路到底是从上面走 到底是从上面走还是从下面走 因为这条路的TE靠色值呢是等于5的 这条路呢IGP靠色值等于几啊 等于20对吧 那如果说选上面的话 那相当于看的是TE的靠色值 对不对 如果是走下面的话 相当于是看的IGP靠色值 因为其他都一样了对不对 带宽每条路都是一兆 对吧 然后呢我们每条路的这个轻和属性又是一样的 那这时候在计算这个最大路径的时候 那我们这时候呢有一个这个数值 那这个值到底是按T的cost来算的 还是RGPcost来算的 我们来看一下 听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先把改一下 先把改一下 Tunnel1810辆 Tunnel MPS 确不干净列 Affinity 漏掉 漏掉 然后呢 把我们之前的那些命令 Tripped 干净列 Attribute Flag 漏掉 S2-0口 漏掉 诶 漏掉 S1-0口 No MPS 漏掉 S3-0 漏掉 漏掉以后 我们再到R1这边来看一下 Show MPS to engineer Topology In T 那In T以后 我们发现 所有的列路的属性标记 是不是都一致的 对吧 现在只有这个也不一样了 对吧 那下面我们来看看 它到底选择的是 T的靠色值 还是RGP靠色值 Show MPS Tripped 漏掉 Tunnel 在Tunnel里面 我们看来走的是哪条路 走的是2348吧 那选的实际上是Metric值 对不对 Metric是小的这个路径 那因为这条路 T的靠色值等于5 RGP靠色值等于20 那走2348 说明什么 说明选的是T的靠色值 对不对 好 自己记一下 比如说默认情况下 在进行CIS表算法计算的时候 实际上是按照T的靠色来算的 实际上是按照T的靠色来算的 好 按照T的靠色来算 有没有问题哈 好 那这个在哪里看到呢 我们在这可以看到 我们在Show MPS Tripped 漏掉 Tunnel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Metric Type 就是你靠色值的那个类型 默认是按照什么 T 看到没有 默认是按照T靠色来算的 好 这个怎么改呢 我们可以在全局通过这条命令改 叫做MPS Trafficking engineer Path selection metric type IGP 可以通过这条命令来改 叫做MPS Trafficking engineer Path selection metric IGP 好 开玩了吗 记好了吗 记好以后我们再收一下 Show MPS Trafficking engineer Tunnel 看看它的路径 改从哪儿走的 5678了 你看这边显示是什么 RGP后面跟着是什么 全局 你这是全局配置的 什么意思 意味着是你这个路径下面的 所有你作为头端的 这么一个隧道 都会按照这个计算 那这个相当于是共性还是个性 共性 共性 那共性的话呢 有时候可能不太好 对吧 我们来一个个性 在隧道下 通过这个命令 Path selection metric 比如说给它T 这条命令 在路径计算路径选择的时候 它的metric 使用T cost 来算 好 记一下 这个呢是什么 这相当于是个性了 对不对 这相当于是个性了 好 再说一遍 Show MPS Tunnel Tunnel18 Tunnel18 好 再说一下 你看这边又不一样了 首先又走到2348 走上面没有路了 对吧 好 那这一块呢 它metric type 后面写的是T 括弧 叫做interface的 我们看到有三个不一样了 一个是default 一个是 global 一个是interface 如果说 我给你出个题 给你show run show这个信息 show出来 那这个 那你要自己知道 我实际上是在哪 敲了命令 对吧 如果是后面interface的话 相当于接口下面 如果是global的话 相当于在圈局 听懂我意思吗 这个要能理解的 要能理解 OK 好 那当然了 tello上面肯定也有IGP的 这个没那么好说的 对吧 就是选项嘛 对吧 就是选项嘛 这个没那么好说的 是吧 如果说你这边写了IGP 那后面也是 肯定是interface 对不对 后面肯定也是interface 好 那这块OK了 这个OK